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首先就是那个劝阻 就是提醒他 马上停止这种行为 没有耽误列车的运行 然后一般我们也不会那个 他挡在那里 如果说对设备的一些造成损伤 或者是破坏的话 因为那个门 它也是有一个系统的 它一般都会显示出来 如果说危及到行车 或者是影响到 那个列车的正常到发的话 严重的话都会那个采取采取措施的 感谢观看 观看